午夜十二点,小五正在家里睡觉,突然鬼新娘给他打来了电话。 鬼新娘,这么晚了,有什么事情吗? 小五不好了,我哥哥练成了七彩分身术,他正在集合分身,准备一会就去你家里抓你。 你现在赶紧去唐三那里躲一下。 鬼新娘,你哥哥是为了让我嫁给他,特意来找我的吗? 是的,时间来不及了,你赶快去海神岛找唐三。 好的,谢谢你鬼新娘,我换件衣服就去海神岛找三个。 系统系统,请帮我传送到海神岛去。 系统提示,由于你最近人气下降,没有人送你狗头固体,暂时无法开启传送功能。 你可以帮我想想办法吗? 小五主人,系统也没有别的办法。 你们在外面守着,我先进去找我的小五娘子。 小五娘子,你在家吗? 岂有此理,我的小五娘子竟然跑了,她肯定会去海神岛找唐三求助。 你们都跟我来。 这里是去海神岛唯一的路,我们就在这里等小五过来,我今天一定要娶到小五。 小五主人,等一下。 系统,怎么了? 我感应到前方有黑暗能量,应该是吸血鬼他们。 系统这里是前往海神岛唯一的一条路,他们人多我又过不去,我该怎么办? 你可以用唐三叫你的玄天宫吸收狗头能量,打开空间传送之门。 系统没有用的,因为现在都没有人喜欢我了,应该也不会有人帮我,所以我的玄天宫也吸收不到能量。 小五主人,你要相信自己,你可是人见人爱的小五,肯定会有人帮你的。 好吧,那我就试试。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喜欢我,谢谢你们的支持。 我要找三哥了。 再见了。